今天要分享的是巴菲特在1998年 对佛罗里达州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班的一次演讲和问答 他谈到了自己旗下的几家公司 自己为什么要买下这些公司 包括食品类的细丝糖果、冰雪皇后和汽车保险公司 以及专门供富豪租赁的飞机公司 谈到了自己重仓的可口可乐 重点解释了什么是护车盒 也谈到了对日本、对股市的看法 当然,在之后的20年 日本的公司有了很大的进步 它对日本的观点也相应改变了 其中一个问题还涉及到了 在那一年,华尔街发生了一项重大事件 一家叫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 由于俄罗斯爆发经济危机 俄罗斯政府对自己发现的债券违约 导致这家对冲基金产生巨额亏损 之后他们四处求助 巴菲特也开出自己的救助条件 最后,还是被纽约联储牵头极大银行 把这家基金救了下来 巴菲特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他也对台下的观众 这群工商管理硕士二年级的学生 谈了在所有的成功要素之中 哪个最重要,以及习惯的力量 大多数行为都是习惯性的 习惯一开始的枷锁太轻 直到沉重到无法挣脱时才会被感觉到 这是对培养一个人的品格非常重要的真理 整个问答,巴菲特非常风趣 也分享了很多人生和投资的哲理 我把英文的视频链接放在下面 有能力的还是建议听一下原生版本 好,下面是具体的内容 巴菲特,我主要想说几句话 然后最重要的是接受你们的提问 我想谈谈你们的想法 我只想和同学们谈谈你们离开这里后的未来 因为你们在这里将学到大量的投资知识 你们都有能力做好 你们都有智商做好 你们都有做好工作的精力和主动性 否则就不会在这里了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成功实现自己的愿望 但是决定你们是否成功的 不仅仅是智力和精力 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奥马哈 有一个叫皮特·凯威特的人 他常说,他在故人时看中三件事 政治、聪明和精力 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具备第一点 后两点就会要了他的命 因为如果他不正直 你就会希望他又笨又懒 而不是又聪明又精力充沛 我想谈谈前者 因为你们都具备后两者 你们都是工商管理硕士二年级的学生 所以你们已经认识了自己的同学 想一想 我如果给你一个权利 你们可以买下一个同学一生收入的10% 你不能选一个父亲很有钱的人 你要选一个凭自己本事成功的人 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 你会给他们做智商测试 然后选一个智商最高的人吗 我很怀疑 你会选成绩最好的吗 还是精力最充沛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头脑和精力 你可能会选一个 你对他感觉最好的人 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 一个能让其他人实现自己兴趣的人 他应该是慷慨诚实的人 也是把自己的想法归功于他人的人 所有这些的品质构成了班上你最欣赏的人 然后我会加入一个选项 除了选择这个人 你还得去做空你的一个同学 这样更有趣 不是吗 你会怎么选择 你不会选智商最低的人 你会考虑让你反感的人 自负的人 贪婪的人 偷工减料的人 稍微不诚实的人 当你把喜欢和讨厌的品质 分别列在一张纸的左右两遍时 有一件事很有趣 你喜欢的品质 不是把橄榄球扔出60码的能力 也不是班里最帅的人 这些品质 包括行为 气质和性格 都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你真的想拥有 左边的那些品质 你就可以拥有它们 如果你看看右边那些 让你讨厌的品质 它们并不是你必须拥有的 你可以摆脱它 你这个年龄 比我这个年龄 更容易摆脱 因为大多数行为 都是习惯性的 习惯一开始的枷锁太轻 直到沉重到无法挣脱时 才会被感觉到 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我这个年纪 甚至比我年轻20岁的时候 我看到一些人 有这些自我毁灭的行为模式 它们真的被这些行为模式困住了 它们做着让别人左右为难的事情 它们不需要这样 但到了一定程度 它们就很难改变了 但在你这个年龄 你可以拥有任何习惯 任何你想要的行为模式 这只是你自己决定的问题 格雷厄姆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这样做了 他仔细观察四周他所敬佩的人 然后说 我也想让别人敬佩我 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呢 结果他发现 像他们那样做 并没有什么不可能 同样 他也反其道而行之 摆脱了那些自己讨厌的品质 富兰克林在他之前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 我对你们的建议是 如果你把这些品质写下来 想一想 并把它们变成习惯 那么 当你完成所有任务时 你就会成为自己想买百分之十的那个人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你已经拥有了百分之一百的自己 而且你会坚持下去 所以干嘛自己不变成那个人呢 好了 这是一个简短的小步道 让我们继续你们感兴趣的话题吧 让我们从问题开始 问题 日本怎么样 你对日本的看法 阿菲特 我对日本的看法 我不是一个宏观的人 伯克希尔公司可以在日本以百分之一的利率借钱十年 百分之一 我说 天哪 我四十五年前上过格雷厄姆特克 我一辈子都在努力工作 也许我每年能赚百分之一以上 这似乎并非不可能 我不想卷入货币风险 所以必须以日元计价 我必须投资日本房地产或日本公司 我所要做的就是赚取多于百分之一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什么也没找到 这很有意思 日本企业的股本回报率很低 只有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 如果你投资的企业赚不了多少钱 作为投资者就很难赚到大钱 现在也有人投资 事实上 我有一个朋友 沃尔特什洛斯 与我同时在格雷厄姆下面工作 这是价值投资买股票的一种方法 以低于营运资本的价格买入股票 一种非常廉价的股票量化方法 我称之为雪茄烟地投资法 你走在街上 四处寻找雪茄烟头 最后 你看到了一个 它湿漉漉的 有点恶心 但里面还有一口烟 于是你捡了起来 吸上一口 这一口是免费的 这就是雪茄烟地 你可以免费吸一口 然后把它扔掉 再换一根 这并不优雅 但它有用 这些都是低回报的生意 但是 实践是成功企业的朋友 是糟糕企业的敌人 如果你长期从事一项糟糕的生意 即使你买了再便宜 也会得到糟糕的结果 如果你长期投资一门好生意 即使你买入的价格有点高 但如果你长期坚持下去 也会得到一个好结果 目前在日本 我发现很少有出色的企业 他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改变文化 从而使管理层得到更多股东的响应 股票回报率也会更高 目前你会发现很多低回报率的企业 即使在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是如此 令人惊叹的是 他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市场 却没有非常优秀的公司 他们在开展大量业务方面令人难以置信 但实现的股本回报却并不怎么好 因此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那里什么也没做 但只要是1%的资金成本 我们就会继续寻找 问题 有传言说 你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旧市买家之一 你怎么看 巴菲特 《财富》杂志讲述了我们参与其中的整个故事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周五下午 我接到了关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电话 事情变得很严重 我认识这些人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 我在所罗门工作时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所罗门工作 他们管理的对冲基金正在崩溃 美联储会在那个周末入住 从那个周五到下一个周三 有约美联储实际上是在策划一场救援行动 但没有涉及任何联邦资金 而是考虑有几大银行出资 我也非常积极考虑如何出嫁 但很难联系到任何人 因为当时我和盖茨在阿拉斯加州旅行 我们乘坐的游船航行在峡谷之中 船长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往这边航行 可能会看到熊和鲸鱼 我马上告诉他 哪一边的卫星电话信号好 就往哪边航行 因为我对风景完全不感兴趣 这个旅行都在和别人打电话考虑出嫁多少 我们最终在周三上午投标 我和纽约联储主席谈过 我们出价2.5亿美元购买净资产 我们提交了竞标书 但时间限制很短 因为当你竞标价值1000亿美元的证券时 这些证券都在流动 你不会想让一个固定价格的竞标持续很长时间 最终 美联储和银行家们达成了交易 但这是一段有趣的时期 整个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故事非常吸引人 因为如果你把管理这家对冲基金的16个人放在一起 他们的智商非常高 这些人在所从事的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这些人可不是一群靠卖男装赚钱 然后突然进入证券行业的人 他们这16个人总共拥有400年的相关经验 做的正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因素 其他们大多数人的大部分非常可观的净职 也都投资在这个基金上 他们拥有数以亿计的自有资金 超高的智力 以及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工作 但他们基本上都破产了 对我来说 这绝对令人着迷 如果我写一本书 书名就叫《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做蠢事》 我的搭档说 这本书应该是我的自传 但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他们都是非常正派的人 我尊重他们 当我在所罗门公司遇到困难时 他们也帮助了我 他们绝对不是坏人 但是为了赚取他们没有 也不需要的钱 他们不惜牺牲他们拥有的 和需要的东西 这简直是愚蠢至极 智商高低并不重要 如果你为了一些 对你来说不重要的东西 而拿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去冒险 那是毫无意义的 我不在乎你成功的几率 是99比1还是1000比1 如果你递给我一把有100万的枪塘的枪 只有一个枪塘里有一颗子弹 然后把枪口对准太阳穴 让我扣动扳机 不管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会扣动扳机 你可以说出任何金额 但它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而坏处是相当明显的 然而人们在经济上却总是不假思索地这么做 沃尔特·古特曼写过一本书名很好 但是很烂的书 你只需致富一次 这是非常基本的道理 如果你年初有一亿美元 你不使用杠杆 你会赚到10% 如果使用杠杆 100次中有99次 你会赚到20% 那么到了年底 你有一点一亿美元 或一点二亿美元 又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区别 这完全没有区别 对你的家人或其他人也没有任何影响 坏处是 特别是 如果你管理的是别人的钱 你不仅会失去所有的钱 而且会丢人丢脸 还要面对那些因为你亏了钱的朋友 然而16个智商很高的人 却加入了这场游戏 我认为这是一种疯狂 这在某种程度上 是对事物的过度依赖造成的 在所罗门的时候 那些人会告诉我 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也就是六西格玛事件 不会影响我们 但他们错了 金融的历史 不会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非常依赖数学 他们认为股票的贝塔值 能告诉你股票的风险 在我看来 这根本不能说明股票的风险 西格玛并不能告诉你破产的风险 也许现在 在他们看来也是如此 但我其实 并不喜欢用他们来举例 同样的事情 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 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 我们确信 对某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存在盲点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其他的事情 就像亨利考夫麦说的 在这种情况下 破产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另一种是什么都知道的人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悲的 我从不借钱赚到的 多点少点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一直在享受生活的乐趣 不管我有一万美元 十万美元 还是一百万美元 都没有关系 除非我遇到了医疗紧急情况 我在有一点钱和有很多钱时 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想我和你的区别 我们基本上穿同样的衣服 我们吃类似的食物 我们都去麦当劳 想吃顿好的就去冰雪皇后 我们住在东满夏凉的房子里 我们通过大屏幕电视 观看内布拉斯加橄榄球队的比赛 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都一样 我们做的一切都一样 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旅行方式 我有包机 很爽 除了这个 我能做什么你不能做的事 我可以从事我喜欢的工作 但我一直从事我喜欢的工作 当我认为赚一千美元是件大事时 我也同样热爱这份工作 我劝你们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如果你一直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只是因为这在简历上会很好看 我认为你是疯了 前几天我和哈佛大学的一位同学在一起聊天 他28岁 他告诉我他所做的一切很了不起 然后我问 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嗯 他说 也许等我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 我会去一家咨询公司工作 因为这对我的简历很有帮助 我说 听着 你今年28岁 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你的简历比我见过的其他人好 至少十倍 这不是有点像把性爱留到老年在做吗 这真的明智吗 我想 最后他听进去了 你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你会在每天早上从床上跳起来 迫不及待地开始每一天 当我刚从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时 我想马上去为格雷厄姆工作 我说自己愿意分文不取完全白干 格雷厄姆仍然认为我开价过高 但我一直缠着他 一直给他写信 最后我为他工作了几年 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 我一直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你找的工作应该是 如果你是富翁 你会照样喜欢干的工作 你会学到东西 你会感到兴奋 你会从床上跳起来 你不会错过任何一天 你以后可能会尝试其他工作 但你会从中获得更多 我不在乎起薪是多少 当你离开这里时 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 而不是一份你认为在简历上好看的工作 如果你认为拿两倍工资更开心 那你可能就错了 如果你认为十倍或二十倍的收入 会是你生活中的答案 你就会陷入困境 因为这样你就会在不该借钱的时候借钱 或者在一些事情上偷工减料 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也不会喜欢 问题 什么是你喜欢的公司 阿菲特 我喜欢我能理解的企业 这一点就排除了百分之九十的公司 有各种各样的企业我都不了解 但幸运的是有足够多的企业我是了解的 外面的世界那么大 几乎每家公司都是上市公司 因此你几乎可以利用所有的美国企业 选择你能理解的东西是有道理的 拿可口可乐来说 我可以理解它 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可口可乐 自1886年以来 可口可乐的业务一直没有变 一直很简单 但并不容易经营 我想要一个周围有护城河的企业 我希望中间有一座非常有价值的城堡 然后我希望掌管这座城堡的公爵 非常诚实、勤劳、能干 然后我希望城堡周围有一条护城河 护城河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们的汽车保险业务的护城河就是低成本 人们必须购买汽车保险 基本上每辆车都会有一份汽车保险 我不能卖给他们20份 但他们必须买一份 他们买保险根据什么标准呢? 客户会根据服务和成本来购买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 各家公司的服务是一样的 或者非常接近 因此他们会根据成本来购买 我就必须成为低成本生产商 这就是我的护城河 我的成本比别人更低 我还会把几条鲨鱼扔进护城河 在你拥有这座美料城堡的同时 会有人来攻击它 试图把它从你手中夺走 我想要一座我能理解的城堡 但我想要一座周围有护城河的城堡 30年前柯达公司的护城河 和可口可乐公司的护城河一样宽 如果你要给你6个月大的婴儿拍一张照片 而你想在20年或50年后再看这张照片 而你不是专业摄影师 无法评估20年或50年前的照片是否好看 你心中对那家胶卷公司的印象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向您承诺 您今天拍摄的照片的质量 这对您非常重要 30年前 柯达公司就拥有这样的优势 它们拥有我所说的头脑份额 它们拥有一些东西 那个黄色的小盒子 上面写着柯达是最好的 这是无价之宝 它们现在失去了一些 虽然还没有失去全部 它们让护城河变窄了 它们让富士进来了 开始以各种方式缩小护城河 它们让富士进入了奥运会 夺走了只有柯达适合拍摄奥运会的特殊性 富士进入奥运会后 在人们的心目中 富士立即与柯达平起平坐 可口可乐却不是这样 可口可乐现在的护城河比30年前更宽了 你看不到护城河的宽度 但每次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时 如果可口可乐尚未盈利 20年后就会盈利 护城河正在一点点拖宽 护城河一直在朝着这个和那个方向发生着变化 十年后你就会看到不同之处 我们经营企业的经理们 我只想对他们说一句话 我们要拓宽护城河 我们要把鳄鱼鲨鱼统统都扔进护城河 以阻挡竞争对手 这可以通过服务产品质量成本来实现 有时还可以通过专利或房地产位置来实现 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企业 我怎样找这样的企业呢 我会在简单的产品中寻找 因为我无法预测十年后 甲骨文或微软的护城河会是什么样子 盖茨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商人 微软的地位也很高 但我真的不知道十年后他们的业务会是什么样子 我当然也不知道 他的竞争对手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十年后口香糖行业会是什么样子 互联网不会改变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方式 其他东西也不会改变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方式 新产品会层出不穷 薄荷糖或水果糖会消失吗 不会的 你给我十亿美元 让我去做口香糖生意 想办法把键牌打垮 我做不到 这就是我对企业的看法 我对自己说 给我一百亿美元 我能对可口可乐造成多大伤害 我做不到 那些都是好企业 给我一些钱 让我在其他领域伤害别的公司 我能想出办法 所以 我想要的是一个简单的企业 以于理解经济状况良好 管理层诚实能干 我能大致看到十年后他们的发展前景 如果我看不到他们十年后的前景 我就不想买 如果明天纽约证交所关闭五年 我不会高兴拥有它 那么我就不会想买这个公司的股票 我买一个农场 五年内都没有报价 如果农场的业绩还可以 我就会很高兴 我买一套公寓房 五年内都没有得到报价 如果这套公寓能产生我预期的回报 我就很高兴 人们买了一只股票 第二天早上就要看价格 就会决定是做得好还是不好 这太疯狂了 他们买的是企业的一部分 这就是格雷厄姆教给我的最基本的东西 你买的不是股票 而是企业的部分所有权 如果企业做得好 如果你没有支付完全愚蠢的价格 你就会做得好 这就是关键所在 你应该购买你了解的企业 就像买农场一样 你应该买你了解的农场 这并不复杂 我非常幸运 我在六七岁时就对股票感兴趣 十一岁时买了第一只股票 但我一直在玩图表和成交量 做各种技术分析 后来在十九岁时 我就买了他的书 《聪明的投资者》 书上说 你买的不仅仅是一个每天跳来跳去的股票代码 你买的是一个企业的一部分 当我开始这样思考时 其他一切都随之而来 这很简单因此 我们购买的是我们认为自己能够理解的企业 如果我在商学院教课 在期末考试时 我会分发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资料 并要求每个学生估价 凡是给我答案的 我都会给他们不及格 因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互联网公司估值 但人们一直在这样做 这更令人兴奋 如果你把这看成是去赛马 那是另一回事 但如果你是在投资 投资就是投入资金 以确保日后获得更多回报 要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了解你在任何时候都在做什么 你必须了解企业 你可以了解某些业务 但不能了解所有业务 问题 你讲了购买什么样的企业 还提到了从投资企业的资本额中获取回报 你如何确定投资企业的合适价格 阿费特 这是一件很难决定的事情 除非我非常确定 要不然 我绝不会投资任何企业 如果我对他非常有把握 他可能不会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回报 为什么一些本质上很容易做好的事情 一年能给你带来40%的回报呢 我们的目标不是巨额回报 而是不亏钱 我们在1972年收购了西斯糖果公司 当时公司以每磅1.95美元的价格销售了1600万磅糖果 每磅的利润为20美分 税前利润为400万美元 我们为他支付了2500万美元 购买价是税前利润的6.25倍 税后约10倍 他不需要任何资本增长 当我和我的合伙人查理审视这个企业的时候 我们需要确定 它是否存在一些尚未开发的定价能力 一盒1.95美元的糖果 可以卖到2到2.25美元 如果每磅能卖到2.25美元或3美元 那么1600万磅 以2500万美元的采购价计算 也就4.8倍 我们一辈子都没请过顾问 我们对顾问的概念就是让他们去买盒糖果吃 我们知道的是 在加利福尼亚 西斯糖果有很强的品牌 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加州的每个人都对西斯糖果有印象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好评 前人节那天 男孩拿了一盒糖果给女孩 女孩吻了他一下 如果他打了他一巴掌 我们就没生意了 只要他吻了他 这就是我们在他们心目中想要的 前人节的糖果意味着被亲吻 如果我们能让人们记住这一点 我们就能提高价格 我在1972年买下了它 每年的12月26日 也就是圣诞节的第二天 我都会提高价格 因为我们在圣诞节的销量很大 事实上 我们今年将赚6000万美元 3000万磅 每磅赚2美元 同样的生意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一切 6000万美元利润 而且还不需要任何资本 十年后 我们还能赚更多钱 在这6000万美元中 我们在圣诞节前三周 就赚了5500万 我们公司的歌是 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是一门好生意 仔细想想吧 大多数人买盒装巧克力 不是为了自己吃 而是作为礼物 某人的生日 或更可能是某个节日 情人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圣诞节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节日 女性为圣诞节购买礼物 她们会提前计划 在两三周内购买 男性则在情人节购买 他们开车回家 我们在广播上做广告 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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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们在高速公路上 左冲右突 当我们通过电台广告 与他们沟通时 如果没有一盒巧克力 他们是不敢回家的 所以情人节是最重要的一天 你能想象 情人节那天回家的情景吗 多亏了我的聪明才智 我们的西斯糖果 现在每磅11美元 假设还有另一个品牌的 6美元一磅的糖果 你真的想在情人节那天走进去 然后递给自己的妻子 多年来 她一直对西斯糖果印象深刻 说 亲爱的 今年我买了一盒便宜货 然后递给她一盒更便宜的糖果 这根本行不通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的定价权是为开发的 顾客对价格并不敏感 再想想迪斯尼 迪斯尼以16.95美元 或18.95美元的价格 出售家庭录像带 全世界的人 尤其是母亲们 对迪斯尼都有印象 在座的每一个人 当你说到迪斯尼时 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迪斯尼的影子 如果我说环球影业公司 如果我说20世纪福克斯公司 你们脑海中 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现在如果我说迪斯尼 你的脑海中 就会浮现出一些特别的东西 全世界都是如此 现在想象一下 你有几个年幼的孩子 你想每天 把他们放在家里几个小时 让他们安心 你知道 如果你买一盘录像带 他们会看20遍 于是你去音像店 或其他地方买录像带 难道你要坐在那里 先挑选10部不同的录像带 然后每部都看一个半小时 再决定让孩子看哪一部 不会的 你知道 如果你买迪斯尼的录像带 一个16.95美元 你就会没事 所以你就买了 你不必为你 不想花时间做的事情 做出质量上的决定 所以如果你是迪斯尼 你就能多赚一点钱 你就能卖出更多的录像带 这样它成为了一门美妙的生意 对其他人来说 这就非常艰难了 你将如何尝试创建一个品牌 万工厂正在尝试 在全球范围内与迪斯尼竞争 必用环球营业取代人们心目中 对迪斯尼的概念 那么一个母亲会走进去挑选环球营业的录像带 而不是迪斯尼的 这是不可能的 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都与人们的快乐联系在一起 迪斯尼乐园 世界杯 奥运会 每一个人们快乐的地方 都有可口可乐的身影 快乐和可口可乐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 你给我很多很多钱 然后告诉我 我要用别的什么可乐 在全世界做这件事 让50亿人对新的可乐产生好感 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你可以胡闹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你可以在周末打折 但你做不到 这才是你想要的生意 这就是护城河 你希望护城河越来越宽 如果你是西斯堂果 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从根本上确保顾客的体验 能带来良好的反应 因为我们所有的业务 都是在我们忙的 不可开交的时候完成的 在圣诞节和情人节前的几周 人们都会排长队 下午5点钟的时候 某个女人正在向某人 推销最后一盒糖果 而那个人可能已经排了 二三十个顾客的队了 如果售货员对最后一位顾客微笑 我们的护城河就变宽了 如果它对顾客咆哮 我们的护城河就变窄了 我们看不见 但这些每天都在发生 但这是关键所在 这是产品交付的全部内容 让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都知道 西斯堂果正在发生 令人愉快的事情 这就是生意的真谛 问题 如果我曾经买过一家公司 但数字告诉你不要买 在购买的决定中 多少是电量分析 多少是电信分析 阿菲特 当数字几乎告诉你不要买的时候 通常就是最好的购买 因为那时你对产品有强烈的感觉 而不仅仅是买到了一只便宜的 雪茄烟蒂 这样才有说服力 我曾经拥有一家风车公司 风车就是雪茄烟蒂 我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下了它 只用了三分之一的周转资金 我们从中赚了钱 但没有重复赚钱的机会 这样的东西只有一次性利润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经历过那个阶段 我买过油轨电车公司 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质量而言 在接到别人卖公司的电话的那一刻 我大概就明白了质量 我们买下的几乎每家公司 都只花了五分钟或十分钟进行分析 今年我们收购了两家公司 通用在保险公司 是一笔180亿美元的交易 我从未去过他们的总部 我希望他们的总部确实在那里 而不是那里有几个人在说 我们这个月该给巴菲特发什么样的数据 然后说我们银行里有200亿美元 而不是180亿 我从未去过那里 在我买下那届航空公司之前 我也从未去过那里 三年前 我为我的家人购买了该项目四分之一的股份 我看到了这项服务 它似乎发展得很好 我得到了需要的数字 如果你对业务的了解不够深入 那么一个月或两个月后 你对业务的了解也不会深入 你必须有一定的背景知识 知道自己懂什么或不懂什么 这是关键所在 这就是界定你的能力圈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范围 重要的不是圈子有多大 而是一定要待在圈子里 如果你的圈子是1000家公司中的30家 只要你知道是哪30家 你就不会有问题 你应该对这些企业有足够的了解 这样你就不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 早些年 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熟悉这些企业 我的方法就是费尔费舍尔所说的小道消息法 我会走出去与客户供应商交谈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会与前雇员交谈 和每个人交谈 每当我对某个行业感兴趣时 比如说煤炭行业 我就会去拜访每一家煤炭公司 我会问每一位首席执行官 如果你只能购买一家煤炭公司的股票 而这家公司不是你自己的 你会选择哪一家 为什么 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拼凑在一起 一段时间后你就会非常了解这个行业 有趣的是 只要你问及竞争对手 你就会得到非常相似的答案 如果你有一颗银弹 你可以把它射穿一个竞争对手的脑袋 是哪个竞争对手 为什么 这样的问题会帮助你发现 谁是业内最优秀的公司 因此 你可以从很多方面了解一个企业 过去 我曾对我认为自己能够理解的业务 做过这样的了解 现在我不必再这样做了 投资的好处在于 时间久了 你就不必学习任何新东西 如果你想学也可以 但如果你40年前了解的键排口香糖 那么你现在仍然了解键排口香糖 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并不能获得很多新的见解 你的头脑中就有了一个数据库 我有一个朋友 弗兰克鲁尼 他岳父去世后 留下了一家制鞋公司 他想把公司通过高盛给卖掉 但他和我的一个朋友 在佛罗里达打高尔夫 提到了这件事 我的朋友说 你为什么不给巴菲特打电话呢 比赛结束后 他给我打了电话 五分钟后 我就和他谈妥了 我认识弗兰克 知道制鞋业的基本经济学 所以我可以买下他 从定量分析上来说 我得决定价格是多少 但是要么买 要么不买 我不会在谈判中胡来 如果他们开出的价格 对我有意义 我就买 如果他们不同意 前一天我还很高兴 那么后一天我不拥有它 也会很高兴 问题 关于亚洲危机 以及他对可口可乐 这样的公司有何影响 可口可乐最近宣布 他们的盈利将下降 巴菲特 可口可乐在未来20年的国际增长速度 将远远超过美国 现在是公司一个艰难的时期 谁也不知道会持续三个月还是三年 但20年内 公司肯定不会艰难 人们仍将在世界各地从事生产性工作 他们会发现 可口可乐是非常核算的产品 最好是每天喝一瓶 最好是像我一样每天喝五瓶 1936年 我第一次用25美分 买了六个这样的产品 每个买五美分 当时6.5盎司的瓶子 卖五分钱 现在是12盎司的罐装 如果你在周末买 或者买的量大一些 那么很多钱都不用花在包装上 你基本上可以用不超过20美分的价格 来到12盎司的罐装可乐 因此你所支付的价格 不超过1936年每盎司价格的两倍 多年来相对于人们的收入能力 这种产品越来越便宜 人们喜欢这种产品 在200个国家中 对于一种有一百多年历史 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产品来说 人均消费量每年都在增长 这正是令人难以置信 人们不明白的一件事是 让这款产品价值数百亿美元的 一个简单事实是 其实所有可乐都是如此 可乐没有味觉记忆 你可以在9点钟 10点钟 1点钟和5点钟各喝一罐 5点钟喝的那罐 和清晨喝的那罐一样好喝 但奶油苏打水 橙汁 葡萄汁就不行了 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在你身上累积 大多数食物和饮料都会累积 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对他们产生厌恶感 有一些人到西斯糖果店工作 在那里工作 糖果随便吃 第一天他们会吃得很疯狂 但一个星期后 他们的食量就和买糖果去吃是一样了 因为巧克力会在你身上累积 可乐没有味觉记忆 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成为可乐的忠实使用者 一天喝5瓶 建议可乐一天喝7瓶甚至8瓶 而其他产品则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因此可乐的人均消费量惊人 世界上这一地区的普通人 或者在这里稍北一点的人 每天平均饮用64盎司的液体 你可以喝64盎司的可乐 如果你一开始就喜欢可乐的话 你也不会厌倦可乐 但是如果你对其他东西这样做 如果你整天只吃一种产品 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对它有点反感 这是一个巨大的因素 今天全世界将售出超过 10亿份可口可乐产品 而且这一数字还将逐年增长 几乎在每个国家都会增长 按人均计算也会增长 20年后可口可乐在全球的增长速度 将远远超过在美国的增长速度 因此我更看好这些市场 但从目前来看 这在短期内会对公司造成伤害 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 就可口可乐公司的价值来说 钱德勒家族早在19世纪80年代末 就以20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整个企业 公司于1919年上市 股票售价为每股40美元 一年后每股跌到19美元 一年内跌了50%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场灾难 你可能会认为糖价上涨了 装品商开始反抗了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你总能找到当时不是买它的理想时机的理由 多年以后你会看到经济大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 食堂配技 热核武器和所有这些事情总有一个原因 但最终 如果你以每股40美元的价格买入一股 并将股息再投资 它现在的价值将达到500万美元 这个因素压倒了其他任何因素 如果你对企业的判断是正确的 你就会赚到大钱 实际的选择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所以我不担心任何特定事件 如果我有一个很好的生意 它明年会怎么样 我类似的事情 这个国家曾在不同时期实行过价格控制 即使是最好的企业也会受到这种影响 我不可能在12月31日提高西斯堂果的价格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家糟糕的企业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实行价格管制 我们在70年代初实行过价格控制 对高质量的公司 你能猜到会发生什么 却猜不出何时会发生 你不想过多关注何时发生 而是要关注什么会发生 如果你对什么的判断是正确的 你就不必太担心什么时候 问题 能否讲一下你的商业失误 阿费特 这可多了 你有多少时间 对我和查理来说 投资的有趣之处在于 最大的错误不是犯错 而是疏忽 我们对企业的了解足以做一些事情 但出于某种原因 我们只是瞬息大拇指 还没有行动 因此 我们放弃了本可以从我们了解的事情中 赚取数十亿美元的机会 而对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事情 我本可以从微软公司赚到数十亿美元 这并不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从来就不了解微软公司 但如果 我能从医疗保健股票中赚到数十亿美元 那我就应该赚到它 在克林顿提出医疗保健计划时 我却没有这么做 我们本该从中大赚一笔 因为我能理解它 但我没有做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我就应该从房利美公司赚一大笔钱 但我仍然没有这么做 这些都是数十亿美元的错误 公认会计原则是不会发现的 你看到的错误是 几年前我买美国航空的优先股时犯了错 我身边有很多钱 我有钱的时候就会犯错 查理让我去酒吧喝酒 别在办公室闲逛 但我在办公室里闲逛 口袋里又有钱 就会做傻事 每次都这样 所以我买了这个 没人逼我买 我现在有一个800的电话号码 每次我想买航空公司的股票时 就打这个电话 我是我罗斯沃伦 我是个航空狂 他们就会劝我继续说 别轻举妄动 要忍住 最后我还是没有忍住 我还是买了 看起来我们差一点就赔光了 你可以说我们输钱是活该 我买它是因为它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证券 但它所处的行业并不吸引人 我在索罗门公司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我买了一个有吸引力的证券 而我本来是不会买这个行业的股权的 因此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错误 因为喜欢条款而买入 但却不太喜欢这家企业 我过去犯过这样的错误 以后可能还会犯 更大的错误是疏忽 在我有1万美元的时候 我把其中的2000美元 投入了新克莱服务站 结果亏了 所以这笔钱的机会成本 现在大约是60亿美元 相当大的错误 当我的伯克希尔下跌时 我感觉很好 因为我的新克莱加油站的成本 就下跌了 那20%的机会成本 我想说的是 最好尽可能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但是在伯克希尔 我们不会花时间回想过去 查理是我40年的好朋友 从未有过争执 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意见相做 但我们不会为此争吵 我们从不回头看 我们只是觉得 未来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期待 没有必要去想 我们可能会做什么 这没有任何区别 你只能向前生活 也许你能从错误中学到一些东西 但最重要的是 坚持做自己了解的事情 因此 如果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外 出现了一般的错误 比如 买了别人给你提示的东西 这在你一无所知的领域 你应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那就是坚持做你自己 能搞清楚的事情 你真的希望通过照镜子 来做投资决定 对自己说 我要以55美元的价格 摆入100股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 因为原因是什么什么 如果你要买 这是你的责任 一定要有理由 如果你说不出理由 就不应该买 如果是因为有人 在纪委酒会上告诉你的 那就不够好 不能因为成交量或图表 看起来不错之类的理由 必须要有真正买入的理由 我们非常谨慎地坚持这一点 这也是格雷厄姆 教给我的东西之一 问题 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利率如何 会怎么发展 巴菲特 我不考虑宏观的东西 在投资中 你真正要做的是 弄清楚什么是重要的 并且是可知的 如果不重要 不可知 你就忘掉它 你所说的是重要的 但在我看来是不可知的 了解可口可乐是可知的 了解键牌或柯达也是可知的 你可以了解那些可知的企业 至于它是否重要 则取决于你的估值和公司的价格 但我们从来没有 因为任何一种宏观感受 而买或不买企业 因为这没有任何区别 比方说 1972年 我们买下西斯糖果时 尼克松在稍后时间实现了价格管制 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错过了一个用2500万美元买下的东西的机会 而它现在每年的税前收益是6000万美元 我们不想因为对一些我们无论如何都做不好的事情的预测 而放弃做一些聪明事前的机会 因此我们根本不看或不听与宏观因素有关的东西 典型的投资顾问会把他们的经济学家请出来 让他给你介绍宏观大事 然后他们就从这里开始往下工作 我们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如果美联储的主席站在我的旁边 在我耳边悄悄地告诉我 未来12个月他们要做什么 让我所做的任何事情 支付多少钱也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问题 与在华尔街工作相比 在别的地方工作的好处是什么 阿菲特 我在华尔街工作过几年 我在东西海岸都有我最好的朋友 我喜欢见到他们 我去那里的时候能得到一些想法 但是思考投资的最好方式是 在一个没有其他人的房间里思考 如果这样都行不通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在任何类型的市场环境中 比如在华尔街的吉刚环境中 缺点就是你会受到过度刺激 你会认为自己每天都必须做些什么 钱德勒家族为可口可乐支付了2000美元 如果你选择了这样的一家公司投资 你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然后的诀窍就是什么也不做 甚至不要在1919年公司上市时出售 可惜的是这个家族后来卖了 所以你要寻找的是 每年获得一个好点子的方法 在华尔街这样环境中 每隔五分钟就有人来回寒假 把报告塞到你的鼻子前诸如此类 很难做到这一点 华尔街靠活动赚钱 价值投资靠不活跃赚钱 如果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 每天都和其他人交易自己的投资组合 你们最终都会破产 而中介最终会拿走所有的钱 如果你们都拥有一批普通企业的股票 并且在接下来的50年里 一直坐在这里什么也不做 那么你们最终会获得相当多的钱 而你们的经纪人则会破产 他就像医生靠让你换药的次数来获得报酬 如果他给你一粒药就能治好你的后半生 他就只能做成一笔买卖一笔交易 仅此而已 但如果他能让你相信 每天换药是获得健康的途径 那对他和处方医生来说都是好事 你当然不会变得更健康 经济状况也会大不如前 因此你要远离任何刺激活动的环境 当我回到奥马哈时 我会带这一大串我想调查的公司名单回去 我会从这些旅行中获得价值 但随后 我会回到奥马哈 并开始思考 问题 如果伯克希尔或微软不分红 如何评估他们的价值 阿菲特伯克希尔不会分红 这是我可以遵守的承诺 伯克希尔给你的所有东西 你会把它放在保险箱里 然后每年你都会去抚摸它 取出来再放回去 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回报 不要低估它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能否留住一美元的钞票 并以合理的收益率将它们变成比一美元更多的钱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查理和我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 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报酬 我们不接受任何期权 也不拿任何薪水 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这一直在变难 我们管理的资金越多 就越难做到这一点 如果伯克希尔的规模只有目前的1% 我们在百分比上就会做得更好 伯克希尔是为其所有者经营的 但不是为了给他们分红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赚到的每一美元 或者本来可以返还给股东的每一美元 都变成了不止一美元 保留它的价值超过一美元 因此分红是愚蠢的 即使每个人都免税得到股息 到目前为止 保留的一美元钞票会变成不止一美元 但不能保证将来会发生这种情况 到了某个时候 游戏就玩完了 这就是业务的意义所在 我们不以业务的其他方面来评判自己 我们不以总部办公楼的大小 或在那里工作的人数多少来评判它 我们总部有12名员工 而伯克希尔有45,000名员工 总部12人占地3,500平方英尺 我们不会改变 我们会以公司的业绩来评判自己 这也是我们获得报酬的唯一途径 但请相信我 这比过去要难得多 问题 什么能告诉你 一项投资已经发挥了全部潜力 巴菲特 我买可口可乐时 并没有想到它在10年或50年后会没有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此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 购买我们乐意永远拥有的企业 这和我对购买伯克希尔的人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希望购买伯克希尔的人打算永远持有它 他们可能出于某种原因不会这样做 但我希望他们在购买伯克希尔时能想到他们买的是一家他们想永远拥有的企业 我并没有说这是唯一的购买方式 这只是加入我的团体 因为我不想让团体一直在变化 我衡量伯克希尔的标准是它的活动有多少 如果我有一个教堂 我是传教士 如果每个星期天都有一半的教徒离开 我不会说我的成员中流动性这么强 真是了不起 这是可怕的流动性 我宁愿去那些每周日同样的人坐满所有座位的教堂 这就是我看待我们购买的企业的方式 我们想买的东西几乎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找不到很多这样的企业 在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的想法比钱多得多 所以我被迫不断地卖掉最不吸引人的股票 以购买我刚刚发现的 看起来更便宜的股票 但这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我们希望我们购买的企业 在五年后和现在一样让我们乐于持有 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收购机会 那么也许我们不得不卖掉一些东西 也许是为了进行收购 但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问题 我们买东西从不考虑目标价格 我们从来不会在30美元的价位买入 然后说如果它涨到40美元 我们就卖掉它或者50美元 60美元或100美元 我们不会这样做 就像我们用2500万美元买下一家私人企业 比如细丝糖果 我们不会说如果有人出价5000万美元 我们就卖掉它 这不是看待企业的方式 我们看待企业的方式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是否会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钱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你就不需要再问任何问题了 问题 你是如何决定投资所罗门公司的 巴菲特 我投资它是因为在1987年9月 道指上涨了35% 我们卖掉了很多东西 当时它的收益率是9% 我身边有很多钱 在我看来 我们可能不会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在一家 我永远不会购买其普通股的企业中 选择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形式 我认为这通常是个错误 最后结果还不错 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我要么应该等待 这样我就可以在大约一年后 买入更多的可口可乐 要么我甚至应该以可口可乐 当时的售价买入 尽管它当时的售价看起来并不很低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 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多年来我们还拥有其他与证券相关的业务 其中之一就是套利 我做套利已经45年了 格雷厄姆之前也做了30年 不信的是 我必须在电话附近才能开展这项业务 我必须在办公室外亲自操作套利业务 因为这要求我更加适应市场 所以除非出现了我能理解的真正大的套利情况 否则 我不会做太多这样的事情 但我这辈子大概至少参与过300次套利 也许更多 这是一门好生意 一门再好不过的生意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有很多头寸 他们有数不清的头寸 但前十个头寸可能占风险资金的90% 我对这十个头寸有所了解 我并不了解他们的所有情况 但我知道的足够多了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持久力坚持下去 我就会觉得以一个很大的折扣进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能会因此亏损 但我们有机会 这是我了解的游戏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头寸 但都没有那么大 但它们可能涉及到收益率曲线关系 或是政府的运行和关闭 这些都是你在证券市场上长期学习到的东西 它们不是我们业务的基础 平均而言 它们占我们每年回报的不到一个百分点 这些都是我们在市场上立足已久的小优势 问题 怎么看分散投资? 巴菲特 关于这个问题 我有双重答案 如果你不是专业投资者 目标不是理财 不是为了赚取比全世界都高得多的回报 那么我相信极端的分散投资 我认为99%的投资人应该广泛分散投资 而不是进行交易 这样它们就会投资于成本非常低的指数基金 它们要做的只是拥有美国的一部分 拥有美国的一部分是值得的 我对此便无意义 这就是它们应该采取的方式 除非它们想在游戏中投入更多精力 做出决定并开始评估企业 一旦你开始评估企业 必决定投入精力、强度和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那么 我认为多元化在任何程度上都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如果你真的了解企业 你可能不应该拥有超过6家企业 如果你能找到6家出色的企业 这就是你所需要的多元化 而且你会赚很多钱 我可以保证 如果你不把更多的钱投入到第一家企业 而是投入到第7家企业 那一定是个可怕的错误 还少有人靠第7个好点子发家支付 但很多人都是靠最好的点子发家支付的 对于任何一个拥有正常资金 真正了解自己所从事业务的人来说 6个就足够了 而我可能有一半是我最喜欢的 我个人并不分散投资 我认识的人中 除了沃尔特·施洛斯之外 其他人不靠分散投资也都做得很好 只有他是分散投资 我叫他圣经故事里的诺亚 什么都有两样 问题 你如何比较可口可乐和保洁公司 保洁是一家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企业 拥有强大的分销能力和众多品牌 但如果你问我 我要离开20年 把我所有的家庭静置都投入到一家企业 我是选择保洁还是可乐 事实上保洁公司的产品线更加多样化 但我对可口可乐的信心要大于保洁公司 如果有人告诉我 我必须在20年内拥有保洁公司 我也不会不高兴 那将是我的钱5% 因为他们不会被干掉 但我会对可口可乐 二三十年的单位增长和定价能力感觉更好 可口可乐现在的定价能力可能有问题 但你想想 每天10亿份 每分增加一每分 每天就是1000万美元 我们拥有其中的8% 所以 博克希尔每天的收益就是80万美元 你可以从这些东西中再赚一分钱 这似乎并非不可能 现在在大多数市场上 试图加价是个错误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口可乐每份饮料的利润会比现在更高 20年后我敢保证 他们每份可乐的利润会更高 销量也会更大 我不知道会多出多少 但我知道会增加 保洁公司的主要产品 我不认为他们有那种主导地位 也没有那种单位增长 但他们是很好的企业 如果你告诉我 我必须把全家的禁止都投到保洁公司 那会是我唯一持有的股票 我也不会不高兴 我可能更喜欢其他股票 但更喜欢的股票没有100个 问题 你会买下麦当劳 然后离开20年吗 阿菲特 麦当劳有很多优点 尤其是在国外 麦当劳在许多国家的地位都比在国内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行业 人们不希望每天都在麦当劳用餐 孩子们除外 因为他们会在麦当劳做做小豆子什么的 如果人们一天喝五杯可乐 他们明天可能也会喝五杯 快餐业比这更艰难 但如果你必须在快餐业 这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庞大行业中选择一个 你会选择麦当劳 他拥有最强大的地位 他并没有赢得成年人的口味测试 他在儿童中表现很好 成人也可以 但并不是明显的赢家 近年来 他开始玩起了价格促销的游戏 你们还记得一年前的实验吧 他越来越依赖于价格促销 而不是产品本身 我喜欢产品本身 如果人们因为喜欢极烈的马赫3而购买它 我对极烈的感觉 就会好过他们买马赫3 还送了个豆豆宝宝 从根本上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极烈的产品会更强大 情况可能就是这样 我们拥有很多极烈的产品 如果你想到有几十亿男人的头发长在脸上 一晚上就能睡得很香 在你睡觉的时候毛发整夜都在生长 女人有两条腿那就更好了 所以这比树绵羊要好得多 这些就是你要找的生意 麦当劳呢? 要考虑我下个月要做什么促销活动来对抗汉堡王 或者如果他们签了迪斯尼 而我没有迪斯尼怎么办 我喜欢那些没有价格促销或诉求的独立产品 尽管你可以在促销的基础上 建立起非常好的业务 麦当劳就是一个很好的企业 但它没有可口可乐那么好 几乎没有企业像可口可乐那么好 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 如果你一定要在这个行业中选择一家公司 那就选择麦当劳吧 问题 我对公用事业行业有什么看法 对此我想了很多 因为你可以在其中投入大笔资金 我甚至想过买下整个企业 但我不太明白 在放松管制的情况下 行业会如何发展 我可以看到 一旦高成本生产商不再受到垄断的保护 它将如何通过高成本生产商摧毁大量价值 我只是不确定谁会受益 受益多少 显然拥有低成本店里的人 或拥有每千瓦是二枚分水电的人 拥有巨大的优势 但是它能保留多少电力 或者它能将多大范围的电力输送到 它的自然领地之外 我还没有搞清楚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十年后的电力行业会是什么样子 但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有任何需要采取行动的见解 我一定会付诸行动 因为我认为我能理解产品的吸引力 用户需求的确定性 它是个便宜货等所有方面 我不明白十年后谁会赚钱 这一点让我现在对它进而远之 问题 为什么现在大盘股的表现会优于小盘股 阿菲特 我们不在乎一家公司是大盘股 小盘股 中盘股 还是微盘股 这没有任何区别 对我们来说 唯一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了解公司的业务吗 我们喜欢公司的经营者吗 卖出的价格有吸引力吗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现在经营博克希尔 我们800亿美元可以投资 而我只想投资在五个公司 所以我真的只能投资于非常大的公司 但如果我投资十万美元 我就不会在乎是大实质公司 还是小实质公司 我只会寻找我了解的企业 总的来说 大实质公司在过去十年中表现非常出色 远远好于人们的预期 股本收益率真的接近20%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由于利率降低和资本回报率大幅提高 企业的价值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如果这些企业真的是一种变相的债券 其收益率为20% 那么20%的票息 就比13%票时的债券要好得多 近年来大公司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至于这种情况是否是永久性的 则是另一个问题 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我甚至不会去想它 不会去想企业的规模 我们买下西斯糖果时需要2500万美元 如果我现在能找到一家像这样高质量的大企业 我很乐意买下它 重要的是它的确定性 问题怎么看待房地产证券化 阿菲特房地产债务的证券化规模很大 这是目前真正堵塞资本市场的项目之一 如果撇开公司形势不谈 股票一直是持有公司的糟糕方式 也有公司利润税又加上个人所得税 你便要缴纳双重税款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渠道 这样就不会产生双重征税 但它们的运营费用通常也相当高 如果你买的是不动产 比方说你可以以8%左右的收益率 来到相当简单的不动产类型 但如果算上股票期权和其他 它要拿走接近1.5%的收益率 这并不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 拥有不动产的方式 也许这是拥有一千美元或五千美元的人 拥有房地产的唯一途径 但如果你拥有一千万美元 你最好自己拥有房地产 而不是让中间人夹在中间 从中分一杯羹 因此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发现很少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你们会看到一则公告 它可能会是我今天告诉你们的事情 不攻自破 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在欺骗你们 但总的来说 我们在这一领域 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让我们兴奋的消息 人们有时会感到非常困惑 他们会关注一些大型土地公司 比如德克萨斯太平洋土地信托公司 该公司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德克萨斯州拥有几百万英亩的土地 他们每年会出售1%的土地 然后把这些土地作为利润 与市场价值相比 得出一些巨大的价值 但如果你真的拥有这块土地 那就是无稽之谈 你不能搬家 50%的房产都不能动 这比流动性差的股票还糟糕 因此 我认为有些人对很多房地产公司 进行了非常愚蠢的估值 他们根本不了解拥有一家房地产公司 并试图转移大量房产是什么感觉 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 在这个市场上的表现非常糟糕 完全可以想象 他们会成为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类别 以至于他们的销售价格 会比你能卖出的价格低很多 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有趣的类别 然后 问题是 管理层是否会在这一过程中与你对抗 因为他们将放弃管理失误的利润流 他们的利益可能会与股东的利益背道而驰 但是我一直在想 有些管理层说他们的资产非常好 非常便宜 然后他们就出去卖股票 这其中是有矛盾的 他们说我们的股票很便宜 才28美元 然后他们28美元的价格出售大量股票 再扣除承销佣金 这其中存在脱节 但这是我们关注的领域 查理和我都了解房地产 我们会近期进行大宗交易 如果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情况 转化为房地产 我们会持开放态度 但问题是很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因此不太可能达到让我们真正兴奋的价格 问题 市场下跌对你有好处吗? 巴菲特 我不知道市场会怎么样 我更喜欢市场下跌 但我的喜好与此无关 市场对我的感觉一无所知 这是你必须了解的关于股票的第一件事 你买了100股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 你突然对通用汽车有了这种感觉 它下跌了 你可能会生气 你可能会说 好吧 如果它能涨到我买它时的价格 我的生活又会变得美好了 或者 如果它涨价了 你可能会说 你是多么聪明 你和通用汽车是多么情投意合 你有这些浪漫的感觉 但是股票并不知道你拥有它 股票只是坐在那里 它不在乎你付了多少钱 也不在乎你是否拥有它 我们对市场的任何感觉都得不到回应 绝对是最终的冷遇 实际上 在座各位在未来十年内成为股票净买方的可能性 要大于净买方 所以 你们都应该更喜欢较低的价格 如果你在未来十年内是汉堡包的时刻 那么 你当然希望汉堡包价格下跌 除非你是养牛的 如果你是可口可乐的买家 你同样希望可口可乐的价格下跌 你希望可口可乐等周末打折而不是上涨 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是一个大型的公司超市 你要买股票 你希望发生什么 你希望这些股票下跌一路下跌 这样你就能买到更好的股票 而三十年后 当你不在储蓄的时候 你可能会关心更高的价格 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中 有关对股市波动的态度的第八章 在我看来 这一章和关于安全编辑的第二十章 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两篇投资方面的论文 当我在19岁读到第八章时 我就明白了我刚才所说的道理 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是有人给我解释的 要不然我可能又过了一百年 当股票上涨时 我仍然认为这很好 我没希望股市下跌 但我不知道股市会怎么走 我从来不知道 也永远不会知道 这根本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当股市下跌时 我就会更认真的考虑 那天可能会买什么 因为我知道 它里更有可能有一些商品 可以有效的利用我的资金 如果可以重来 你会怎么做才能活得更快呢 巴菲特 这听起来很恶心 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一个基因库 让我的家族人们可以活到120岁或更高 我非常幸运 我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说明 因为我认为 这值得思考一下 假设在你出生前24小时 一个精灵来到你面前 对你说 你看起来很有前途 我有一个大问题 我要设计一个你将要生活的世界 我觉得这太难了 你来设计吧 你有24小时的时间 要想出社会规则 经济规则和政府规则 你和你的孩子 以及他们的孩子 将在这些规则下生活 你说 我可以设计任何东西 一定有什么限制吧 金灵说 有一个条件 你不知道自己生下来是黑人 还是白人 是富人 还是穷人 是男人 还是女人 是体弱 还是健全 是聪明 还是弱智 你只知道 你将从一个 装有58一个球的桶中 取出一个球 那就是你 你将参加卵巢出千 这将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将决定 你出生在这里 还是阿富汗 智商是130还是70 它将决定一切 你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认为这是一个看待社会问题的好方法 因为在不知道你会得到哪个球的情况下 你会想要设计一个能够提供大量商品和服务的系统 因为你希望人们能够生活的很好 你希望他能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 这样你的孩子就能比你生活的更好 你的孙辈也能比他们的父母生活的更好 但是你也希望这个系统不会留下一个不小心拿错了球的人 因为他不适合这个特定的系统 我就非常适合我所处的这个系统 我出生后 进入了一个能让我分配资本的系统 这太美好了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在某个荒岛上 而且永远无法离开 那么最有价值的人就是能在一段时间内 筹集到最多大米的人 我可以说我能分配资金 大家不会为此感到兴奋 所以我生对了地方 比尔盖茨对我说 如果我出生在三百万年前 我就会成为某个动物的午餐 他说你跑不快 爬不了树 什么都做不了 你第一天就会被绝碎 你很幸运出生在现在的美国 我完全同意 问题又来了 这个桶里有五十八亿个球 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 如果今天的你能把你的球放回去 他们随即拿出一百个球 你必须从中选一个 你会把你的球放回去吗 要记得 取出的这一百个球中 大约有五个是美国人 所以是95比5 如果你想留在美国 你将只有五个球的机会 其中一半是女人 一半是男人 一半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 一半的智力高于平均水平 你们想把自己的球放进去吗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想把球放回去 所以 意思很明确 我现在坐在这个房间里 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百分之一 世界上最顶尖的百分之一 这就是我的感觉 我很幸运能出生在这里 因为我出生时 美国占全世界的人口比例是五十比亿 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父母 我很幸运 因为我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也很幸运 因为我的思维方式 在市场经济中 我得到了疯狂的回报 对于那些和我一样 绝对是好公民的人来说 回报就没有那么好了 他们领导同志军 教授主日学校养育了美好的家庭 但只是碰巧没有和我一样的天赋 因此 我一直都非常幸运 所以我想再幸运一次 那么做到这一点的方法 就是玩玩游戏 做自己一辈子喜欢的事情 与自己喜欢的人交往 我只与我喜欢的人合作 如果我能和一个让我胃里翻江倒海的人 一起赚到一亿美元 我会拒绝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就像为了钱而结婚 在任何情况下 都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如果你已经很有钱 那就太疯狂了 我不会为了钱而结婚 除了不买美国航空公司的股票之外 我几乎会像现在完全不变的生活 这就是问答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听 喜欢请点赞 问题请留言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